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会发现这个稳定器会有上下的起伏 那他就怀疑了是不是这个稳定器有问题 其实呢他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稳定器能保持稳定的同时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手持这个稳定器 然后怎么样走路 怎么样走位 才会让稳定器拍出的画面更稳定 为了使这个稳定器拍出的画面稳定呢 我们先解决一下我们怎么手握稳定器 是吧 一般的稳定器都是一个长杆 然后呢我们用两个手手持 我最习惯是用左手放在上面 然后右手呢放在下面 但是我们在握的时候 这两个尽量不要太近 如果太近的话大家可以试一下 其实反而是胳膊很紧 然后拿的时候不是很轻松 而且手腕受力很重 那么我觉得也可以稍微拉开距离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重量就会分散一些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左手可以当成一个杠杆 放在上面然后右手呢来控制它的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再那么拍 对上下我们可以去当一个杠杆 进行拍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喜欢拍一些这个叫宠物视角 也就是低角度的拍摄 那么有的稳定器呢需要放的很低 对吧这个VBLAV稳定器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三角架给卸下来快拆 然后放在上这就变成了醍醐模式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宠物的低角度模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吧 是因为可以快速的可以变化 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我的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的话 如果我要换成醍醐模式的话 我可能就是还要捣两次手 非常的麻烦对不对 好了我们的手握姿势呢已经学会了 但是我们走起路来 这就需要注意了是吧 一般可能朋友会什么呢 直接就像走路一样 直接弄拍 然后你会发现它的画面有起伏 所以这就是造成不稳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曲漆 让你的膝盖稍微弯一些 然后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脚后跟着地 然后慢慢的前行 像这样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姿势不太好看 但是你会发现在玩稳定器的这些朋友 他们在拍摄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这种姿势 所以不管是三周稳定也好 或者是斯坦尼康也好 都会用这种姿势来保证画面的稳定性 有点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这就是我们使用稳定器的一些最基础的技巧了是吧 虽然我们学会了怎么去握住稳定器或者是怎么去走路 但是这些还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练习才能达到一个稳定的效果的 好了小九是ECP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